你真不用我送你去 你们那个王校长的审认会啊 哎呀不用啦 你自己看你那个车 长得跟船要鼓死啦 还是我这个小店里比较方便 这样 我去拿个古董给你当费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在你那个后花园 抓一点茶叶 王校长他最喜欢喝茶了 走啦 那一袋茶叶可不可以比古董比弃啊 去给我看这点 别让夫人受欺负了 哟 月野啊 你怎么参加王校长的生日会 穿着高中校服啊 是不是这么多年 都没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呀 不是 你们通知我穿校服来参加的吗 你们 玩我呢 你穷你怪我们了 这么多年了 还起个小店 你们看他那脸 都快被晒成关公了 别理他了 咱们进去吧 走 我 你 早知道还是坐车了 这脸怎么搞嘛 夫人 叶总预判到了您 骑车一定会晒到 所以特意叮嘱我带给您的 我老公也太好了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 等等 还有叶总专门为您准备的 高定立夫 哎 上满租的呀 喂 这里是上座 只有送了价值上万元的礼品 才有资格坐在这里 请问你是送了几块钱的东西啊 什么叫做几块钱的东西啊 王校长可不像你们一样 唯利是图 你不会不知道王校长还是上席集团的董事长吧 就你这一破袋装的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啊 喂 叶总 夫人出事了 同学们在聊什么呢 笑得这么开心 王校长 再聊给您的贺礼呢 哎呀 我不是说了 不要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嘛 哇 就是想跟同学们聚一聚 没贺礼哪行呢 王校长 你看 我这呀 可是三十年的沉酿好酒 校长 这是我特地给您找到了 您最喜欢的画家真切 这是我从海外给您带回来的 古董手表 谢谢谢谢 校长还有我呢 谢谢谢谢 不知道咱们的学霸运 对你 校长准备了什么礼物 校长 我 抱歉啊 来晚了 我夫人托我来送你 王校长 听说你对康少的文化很感兴趣 这些都是一些康少的查局 您看看 这些都是真群吗 哪能是真的呀 王校长 岳岳一个穷酸鬼 从哪找的买得起古董的老公啊 你 就是啊 据我所知 这套查局在两年前 就被夜市少总裁 叶锦诚给拍卖了回去 怎么 你要说你老公就是叶锦诚吗 哈哈哈哈 他就是啊 他就叫叶锦诚 哈哈哈哈 我就是叶锦诚的员工 据说叶锦诚身边总是会跟个助理的 演戏也要做全套吧 那不然让你老公打电话 被我开除了 还有啊 听说叶总最近提了一辆楼 他怎么可能还让你提个小店 你过来呢 是这样的 我夫人呢 比较低调 我这个人啊 比较虚弱 车停在外面呢 走吧 嗯 走啊 我们去看看 这人花了多少钱 租了个牢呀 叶上叶夫人堂 你见过她 她是叶总的助理 她真的是叶锦诚 那个女人让我把她开了 你知道的 我是个很乐意满足员工勇猛的老板 知道了 哦 对了 你弄撒了我的茶叶 那是我在叶锦城的茶庄里摘的 你最好 照价赔偿 一点茶也也 一会赔不起 云南青瓜共茶 也不贵 几千块钱一克吧 那一带 给我还一辈子了 喂 导演 我吃饭呢 开拍了就要叫我啊 啊 我的后饭 这不是偶像天王小五 和她的新二代 鼎流女性小玉吗 这次说什么 我也要宣布许小慧 是你一直私自炒作 我可曾没答应过和你 你个人给我想清楚了 与我父亲 在娱乐圈的地位 小心 我砸了你这偶像天王的饭碗 我不会答应再和你欺骗粉丝了 你 好啊 待会儿的慈善晚宴 你当场宣布 这个跑龙套的是你的未婚姬 我就放过你 希望你说话算数 你吃了我的瓜 就是你的封口费 顺便做下我的未婚旗 我去 这底都上我三年片酬了 凯文 嗯 赶紧带她去洗吧脸 大头下 我脸很敏感的 万一在你这包脸洗我脸 我的演艺生呀 岂不是断送 哇 可以啊 这还是大牌新年代啊 哎呀 你这小乞丐 没想到也挺虚惑的呀 哇 这么多明星和导演呢 手脸的 这是国际顶尖的影视投资集团 越是喜欢的 董事长也会到场 哎 哎 哟 这不是偶像天王小虎吗 我听说啊 天王要跟一个跑龙套的订婚 是不是真的 当然 我和小玉一直是合约情侣 是时候向大众看 喂 你可真是不识好歹啊 我们小玉是新二代 资源多的是 你居然去取个跑龙套了 导演已经内定我 出演越试投资新电影的鱼主角 你要是回头求我呢 说不定男主角可以给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董事长啊 我熟啊 你跟我换 这是什么呢 哟 你一个小跑龙套的 竟然还认识董事长呢 笑死人了 哈哈哈哈 就你这种小角色还想帮我吃 信不信 我分分钟让你在娱乐圈 销声你 哎 哎 越董事长来了 越董事长 恭候您多喜 你看 你终于肯给爸爸面子来参加这种晚会了 你是越董事长的女儿 她不是跑龙套的吗 爸 刚刚还有人对我说 要让我在娱乐圈销声匿进 这就是妈妈的母校吗 对啊 你又扯我头发 我和她当年 也是从扯马尾开始的 好久不见 好 好久不见 如果当时不是班主任 我和她的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 水我给你买了 毕竟可以还给我了吧 行 月圆母老虎给我买水了 你给我说 我马尾跟你有仇是吧 你马尾晃得我开不见黑板 送送送 我听说 男孩子戴上女孩子的皮筋 两个人就是一对 你要不把皮筋给我吧 这样 我就不用自己扯你皮筋了 那样清晰 拿过够的我 相信 继续看看 哎 今天儿子的接一身 只能送给一个人的 况且 我们现在还是学生 等我们以后决定结婚了 再来定制吧 把手给我 拿你的小皮筋 我签名没丢儿 先踩踩一遍 国王的戒指 你们干什么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给我高考支援 他考不上211 你就要降低 你的标准吗 从今天起 你们俩分班 那天以后 我们再来 你只要跟他 你 结算 外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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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妈妈又拉着我和妹妹 一起吃他们的苦粮 你们俩也是 每年结婚纪念日 都来学校 坐坐 当年多亏老妈 我俩 现在才能过七周年呀 老伴 我是真心喜欢月的 我 你 你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学习 你要努力使自己考上 更好的大学 而不是让我女儿 推而求其次的 选择更差的学校 好的爱情 是要一起变优秀 如果 让我 学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我们可以去 一个城市了 月 从校园到现在 我们经历过 家长们反对 异地的考验 你送我了小提金 我送你一个 非你莫属的第二钻戒 我向你承诺 我一生只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来看镜头 三二一 茄子 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送你小提金 而你 还了我你的地 我愿意嫁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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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嫁给你